你醒啦 我去 造孽啊 江少凯大早上你瞎叫我什么呀你 小心你听我解释 我昨天晚上喝大了我不知道他 干 你醒啦 谁让你昨天晚上喝多的 这是我表妹洛小雨 昨天晚上提到过 大学刚毕业来陶然市玩 你带他好好逛逛 哈喽 少凯哥 你好呀 一会儿呢我要陪我爸去办点事 你今天的任务就是陪好我表妹 顺便把家里收拾一下 我 我先走了 好 姐姐再见 拜拜 拜拜 好好玩 洛小夕 少凯哥 这是蜂蜜水 你喝了会舒服一点的 谢谢啊 今天想去哪儿玩 我今天 我今天 我今天想去抓娃娃 抓娃娃 对啊 哇 少凯哥 这个好可爱啊 你也太棒了吧 你简直就是我见过最厉害的人 那必须的 我可是夹娃娃达人 我下次再带你去夹 对啊 你就是我的男神 那下次还要带我去夹哦 走 打道回府 走喽 你少凯哥那么多年没夹娃娃 还能夹那么多 真是宝刀未劳 哎呀 这给小夕 少凯哥 你先喝点水吧 谢谢 你放到就好 等会我来说 少凯哥 你都陪我逛了一整天了 收拾家务这种事 交给我来做就好了 而且你还帮我夹了那么多娃娃 好吧 今天好不好玩 好玩 那下回我们带小夕夕去吧 可以啊 这小姑娘还挺懂事的 小羽 歇会儿吧 别洗了 我已经洗好了 你这个不用洗 我洗都洗好了 反正也顺手一洗 帮忙啦 这个我自己洗就好了 这个我自己怪就好了 少凯哥 你平时也这样和小夕姐晾衣服吗 她那大小姐脾气 不喜欢我 我就谢天 谢地狱 我不知道像少凯哥这么优秀厉害的男人 为什么和小夕姐在一起呢 我是知道她的 脾气大 爱去酒吧 有很多异性都有交往 小时候吧 仗着家里的地位 她总是欺负我 唉 我跟她的感情 也算是吵出来 谁叫我那么喜欢她呢 我 我 我 少凯哥 你干嘛呀 我 不是晾完衣服了吗 我只要进去了 我在江绍凯面前呢 说尽了你女儿的坏话 可是她反而觉得都是优点 从我的评估判断 她是真心喜欢你女儿的 好 知道了 你去领工资吧 谢谢老板 看样子 就进行第二步了 不是吧 爸你还来啊你 江绍凯不为他人用 八成是不喜欢这个款 为了你的幸福啊 接下来的测试 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 傻姑娘 爸爸这么做不都是为了你好吗 你哪有 小语走了 人的就是来玩的 还要去别的地方旅游呢 怎么 你想他了 我 我没有想他 我想他干嘛 走 跟我去看看我爸去 走 我告诉你啊 一会儿你见到我爸 不能像你平时那样 你必须稳重一点 知道了 要像你平时那样 多宝贝 我来接你来了 你谁啊 我是秦渭 他的未婚夫 秦渭啊 没想到你还记得我呢 不过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不为婚夫 什么情况 洛洛啊 你现在眼光可真的是 不过没关系啊 反正你只能跟我结婚 我们两家是只妇为婚 至于这个人 你玩玩就算了 我说这位朋友 你也太有自信了吧 洛洛啊 你告诉他 我是不是你的未婚夫 看 我今天特地把我们两家的 婚书都带过来了 什么时代了 这是不具备 法律效应的好吗 只要双方家长 承认就行了 我劝你要是实相的 就尽快从我们家 洛洛身边滚开 我去哪里 洛洛 我三天以后来接你哦 哼 你 拿着你的话 滚 洛小夕 什么情况 他们家从小跟我们家呢 订了娃娃亲 不过 我不知道他 我说的 你不会把我按照 这我说你们 那你 我们 我们 让你 洛洛 我 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比什么都重要 如果你真的在乎小夕的感受 就请您不要忽略她 小夕 开开 好 为了我女儿的幸福 我也豁出去了 我会去找秦家好好地谈 但愿到最后不要发生血光之灾 啊 我都想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